怎么办 我真的好想过去看一看啊 可是我爹真的是太爱事了 没事没事 我过去看也一样 我跟你转述就行了 哎 太尉动手了 太尉抓住了那彩花大套的命根子 你是谁 我的美人哪儿去了 你赶紧把手给我放开 里面就是一阵噼里啪啦 林墨也趁乱跑了进去 太尉大人 果然是男中豪杰啊 办得了女装 抓得了贼 厉害 你们这些官员 好不要脸 居然还能把女装 我看中的那个美人到底是谁 你身边的这位 就是你的美人啊 难道你看他的背影 没有认出来吗 你说你这彩花贼啊 眼神是真的有点不太好 是男是女都没有认出来 得亏我们太尉大人志勇双全 这一下就把你给抓住了 糟了糟了 我的手不会染上病了吧 王帝和太子 还有两个皇子 躲在人群中 看得那是目瞪口呆 我居然从没想过 他居然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男版女装已经够惊奇了 他居然还能够更不要脸 可能是被小林大人给影响的吧 你看他一个姑娘家 站在那里一点都不害羞 那笑的那个样子 真不知道以后会嫁给金城里的哪位公子 金城里估计没有能够配得上他的人 太子这句话一说出来 皇帝和两个皇子都沉默了 林墨跟着自家老爹回去的时候 还在和系统说这件事情 系统 你说太尉大人男扮女装这件事情 明天会传遍金城吗 我觉得会 金城里的那些富贵人每天都显得狠 你看你每次出事情 不就传遍金城了吗 太尉马上就要顶替你 成为金城中的名人了 想不到 我顶流的位置 居然也被人挤下去了 没事 这个位置就让给他吧 第二天早朝的时候 林墨被皇帝赏赐了一个苹果 苹果 卡在我的嘴里了 我的牙卡在苹果里发不出来了 哎呀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 你说你苹果咬一口这么大的干嘛 现在好了 卡住了吧 我就从没见过人吃苹果还能卡住的